大家好,我是方姐 黄豆营养价值很高 尤其是蛋白质的含量在豆类及豆制品中最高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黄豆中加入一碗面粉竟然会这么好吃 这也是82岁奶奶40年的老吃法 首先我们准备两把的黄豆 放入碗中 把里面不好的或者是破的 还有发霉的黄豆都给它剪出来 如果我们平时黄豆、绿豆、红豆等豆类保存不当时 豆有可能会发生霉变 而豆类表面生长的霉菌种类较多 其中有部分霉菌产生的毒素较少 可能不足以诱发病因 但黄麴菌产生的黄麴毒素 则属于一级天然的致癌物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发霉的黄豆剪出来 然后倒入一个大碗中 加入清水用手给它搓一搓 把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清洗干净 再把脏水倒掉 再一次加入清水 像这样给它泡一个晚上 夏天温度高 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入冰箱冷藏室 这是泡了一个晚上的黄豆 现在看起来各个都鼓鼓的 明显的胀大了许多 现在我们把黄豆连水一同倒进锅中 锅中水太少 我们再加入一部分的清水 盖上锅盖 大火把水烧开 趁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两个圆胶和一个红的辣椒 同样用清水给它冲洗干净 表面的灰尘 然后沥干水分 现在黄豆呢已经煮开了 立刻给它转为小火 加入一个八角 一块桂皮 两片香叶 小火再给它煮上15分钟左右 把黄豆彻底煮软烂 这时候我们就不要盖锅盖了 因为它容易溢出来 现在我们把这个青椒处理一下 把青椒地轻轻往里边一推 这样整个青椒地就取出来了 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们 也可以把这个青椒换成糖椒 或者是小米椒 我们家不太习惯吃辣 所以我选了两个像这样的圆椒 从中间对半切开 斜刀再切成小长条 圆椒看上去虽然非常的普通 但是吃圆椒也有禁忌 像这种圆青椒 禁忌与含有草酸的食物一起吃 大家在吃圆青椒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哦 全部把它们切完以后放入绞肉机 当然这里也可以用刀剁 只要把它们剁碎就行了 这里我是为了图方便省事 直接用绞肉机来搅 三五秒钟就可以了 只需要点两下 搅成像视频中这样的颗粒状就行了 再重新把它倒回大碗中 两个圆青椒 一个辣椒 这样吃起来不是那么太辣 再准备两颗小葱 切成大约三厘米的长段 一把大蒜 切成薄片 一块生姜切成细丝 一同放入小碗中 再准备两颗香菜 也切成段 和葱姜蒜放在一块 现在锅里的黄豆已经煮的差不多了 水量也慢慢的减少了 我们在煮黄豆的时候 一定要把黄豆煮熟煮透 因为没有煮透的黄豆 含有一蛋白霉 环聚剂 还有造素等有害物质 食用后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而导致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等微肠到不舒服 煮熟的黄豆用手轻轻一捏就碎了 把里面的香料用筷子都给它剪出来 再用漏勺把黄豆控水捞出 放在沥水栏中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里边有好多的黄豆皮 用筷子把它挑剪出来 黄豆皮不仅影响美观 而且口感还不好吃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块煮熟的猪肉 这块肉比较肥一些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选择一些八分瘦二分肥的猪肉 或者是五花肉 切成薄片再改刀切成长条 最后给它切成小碎丁 切好放入小碗中 控干水分的黄豆放入盘子里 少量多次的往黄豆中添加面粉 倒入一部分再用筷子给它搅一搅 接着再次倒入适量的面粉 用筷子搅拌 让每粒黄豆都裹满面粉 像视频中这样 让面粉都充分的把黄豆包裹住 看上去像薄薄的一层霜 锅中倒入适量油 这里我用的是玉米油 也可以用花生油来代替 那样吃起来会更香 往锅中加入几粒花椒 桂皮 香叶 把切好的葱姜蒜 香菜倒进来 再放入一点小茴香 用铲子给它翻炒 这时候我们开中小火 慢慢的给它翻炒 把锅里所有的调味料炒香 一直炒到这个颜色变得发黄 这时我们用一个漏网 把所有的香料给它捞出来 这时候锅里的料油 闻上去非常的香 如果先油太多 我们可以盛出来一勺 放在小碗中 平时炒菜或者是包饺子 调馅的时候都可以用到 再把切好的猪肉丁放入锅中 再次用铲子翻炒 炒出里面的油脂 把肉丁炒至变小 颜色变得金黄 这样吃起来特别的香 而且也不油腻 像视频中这样就行了 接着把裹满面粉的黄豆倒入锅中 黄豆因裹满了面粉 有一些碾性 我们用铲子轻轻地给它翻离开 黄豆营养丰富 我们可以用来打豆浆 可以炒着吃 可以两拌着吃 可以煮粥 可以炖菜 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黄豆也是大多数人们都喜欢的一种豆类 用铲子一直在锅中给它翻炒 把黄豆炒香 炒香以后 往锅中加入一勺的红油 豆瓣酱 四小勺的腐乳汤 也就是豆腐乳 里面的汤汁 它的颜色呈酱红色 味道鲜美起香 营养丰富 口感纯厚 风味独特 回味有淡淡的酒香 再加入适量的甜面酱 和一些豆瓣酱 再次把它们翻拌均匀 这里要用铲子不停的翻炒 以免粘锅 开小火慢慢的给它翻炒 把锅里的酱料炒香以后 把辣椒倒进来 辣椒要最后放 如果放太早了 炒的时间太长了 口感也就不好了 把辣椒炒出香味 炒出辣味 这时候黄豆里边的水分 基本上也就炒干了 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 来调一下味道 再用铲子翻拌两下 把它们翻拌均匀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往锅中 加入一点海鲜酱 海鲜酱是一种富有特色的调味品 有着浓郁的鱼香味 海鲜味 是中国饿菜的一种酱料 与甜面酱一样 都是以大豆酿制 可以起到一个调味开胃的作用 把锅里的酱料熬至浓稠 像这种状态 我们就可以给它出锅了 颜色看上去红亮诱人 非常的有食欲 我们先把它盛在一个碗中 像这样咱们的黄豆酱就做好了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黄豆酱 不用发酵 不用等 省食又省力 现做现吃 吃起来又香又辣 黄豆吃在嘴里 绵软香醇 不管是吃米饭配面条 姜馒头都非常的香 扫起配上一碗粥 搭配馒头真的是绝了 或者是烙上两张饼 再搭配咱们这个黄豆酱 吃起来会更加的香 味道和口感一点也不比外面买的差 自己在家里做干净卫生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一次吃不完的话 我们可以准备一个保鲜罐 或者是保鲜盒 一定要是干净无水无油的 可以密封起来的 把咱们刚刚做好的这个酱 晾至不烫的时候 装进保鲜盒 然后把盖子给它密封好 放在冰箱里冷藏起来 放一年都不会坏掉 吃的时候用一个干净的勺子 或者是筷子 也要干净无水无油的 吃多少取多少特别的方便 如果你也喜欢黄豆这样的吃法 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留言 加个关注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